好像有人出现 好像有好兄弟来到现场 来 我们一起走过去 好兄弟 愿意快乐 有人送蛋糕来喽 当然有蛋糕 我们是不是要先有第一件事情 先让千玺许下生日愿望 好不好 来 谢谢 好 来 那有一个名愿可以告诉我们 也可以讲给现场的朋友 讲给小兄弟听的 讲一个 其实还跟以前一样 就是家人朋友 然后粉丝 然后身体健康 然后工作都能顺利 其实这个是最基础的一道题 好的 当然这个时候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来 欢迎送上生日蛋糕的来位兄弟 欢迎 小凯 小云 欢迎 两位都是抱了很多来的 来 来 抱着很多的礼物来的是吗 这是要送给什么给兄弟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来 小云 我有带两个礼物 一个是投影仪 然后一个是镜子 然后首先投影仪 是因为 我觉得知道千玺很喜欢拍一些小视频 然后 因为现在在学表演 可以多看看电影 那投影仪的话 就可以投得很大 然后看得很清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比较复古 因为千玺艺术 然后所以说就是 就是送了一个 我觉得她应该会喜欢的一个 比较复古的镜子 可以照出自己的帅气 好 好 想问一下小凯 你的礼物是 我的是一个鱼竿 对 因为千玺平常的日常生活 非常无聊 然后呢 唯一的乐趣出于 钓钓鱼砍砍树什么的 那我不可能带把砍刀上来 所以我就带了个鱼竿上来送给你 以后去钓鱼就可以用这个鱼竿 好 我们收到了啊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 来千玺来 先把礼物放在你手上 来 为什么要放在你手上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让 今天18岁的易烊千玺 拿着兄弟送的礼物来 来 我们三位一起在蛋糕面前合影一张来 来 好 塞蛋糕前啊 生日快乐 好的 谢谢 再次掌声感谢远道而来的小凯小元 谢谢 谢谢